主公还册封了五虎上将 父亲乃武将之首 此汉寿庭侯 是哪五虎上将 父亲张飞 赵云 黄忠 马超 乙德和子龙是自家兄弟 理所应当 不必多言 黄汉生是老英雄 被列为五虎还说得过去 马超是何许人 刚刚降服就被大哥列为五虎上将 此人不配 关羽从来没和马超打过交道 不知道马超的实力 便写了封信要和马超比武 诸葛亮明白他的心思 便在回信里把关羽一顿猛话 你瞧瞧 军师赞我 是美然功 关羽啊 把军师的信 抄上五十遍 让荆州的文武都看看 关羽熬了一个通宵 把笔都抄飞鞭子了 完全不知道孙权正在打荆州的主意 二弟呀 玉兄大火临头了 何家老友三十八口命在待息呀 诸葛仅声泪俱下地告诉诸葛亮 孙权已经放话 如果拿不回荆州 就要将他一家满门抄斩 二弟救我 快快救我 诸葛亮知道孙权只是吓唬哥哥 但又没法明说 于是便细精附体 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求刘备归还荆州 刘备也真够墨镜 只看诸葛亮的眼神就知道帮忙打配合 章飞这么一闹既显示了刘备的难处也让这场戏演得更逼真了 刘备左右为难之下拿出了三个郡 让诸葛锦回去交差 诸葛亮已经谢恩 他哥也不好再说啥了 反正这三郡已经足够保住家人的性命 只是关羽那边如果空口白牙去要 肯定是不行 刘备虽然写了信 但却没有划定交割期限 而关羽又熟读春秋 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暗示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我哥哥好说话 我可不成 诸葛锦只好可怜兮兮的把家人被抓的事又跟关羽讲了一遍 关羽赶走了诸葛锦 立刻派兵家乡巡防 尤其是长沙零零贵阳三郡 还把孙权派来交接的官员全都撵了回去 可江东非但没有发兵 反而还要请关羽吃饭 顺便商量一下荆州的归属问题 关羽知道此行凶险 但气势上不能输啊 不但一个保镖不戴就连铠甲都没穿 是 我在千枪万刃之中 失时交功之计 匹马纵横如入无人之境 今日有何惧那江东蜀背 我只待周仓一人过江